感谢主 哈利路亚 哇 今天看下去有好几千人啊 哈利路亚 是多么美好的一个聚会 是啦 比昨天多了是吗 昨天有来的举手一下 挥挥手一下 昨天有得到祝福的挥挥手一下 感谢神 跟你旁边讲 你昨天没有来 你如鸡啊 但是你说 牧师没有如鸡 我上YouTube去听 不一样的是不是 不一样的 现场是不一样的 就如说我们在YouTube听 或者有人说我不用来教会 我上网现在很多人讲道就可以了 不一样的是不是 恩高是不同 感谢神 今天能够再次被我牧师 你们的教会 请到你们当中来 我记得我上次来的时候 还在旧教会 我一直在想 为什么没有请我来 不欢迎我 感谢主还是欢迎 终于来了 真的很感谢神 每次来到你们当中 都有很多学习的地方 看到你们教会的改变 那么搬到新堂会 真的是 让我们非常羡慕的 因为要建立 买一个新堂会是不简单 我们也想要搬新教会 但是我们信心没有那么大 我只是看到一些的 我们在新山刚开始一个 过货年建的一些的建筑 这个新的 我去问一下 有电梯的脚头间 四层楼 三百多万 在新山好贵 那我们那一间教会 有一百五十万 然后我们手上一些钱 我还要筹一百万 才能够去 然后去那边跟小间 想来想去 有得有失 但是看到你们这边 真的感谢主 我们相信 上帝要赐福你们的教会 哈利路亚 昨天晚上 我带你们当中 跟大家来分享 生命当中 不是样样东西 都要拥有的 你想什么都要有 最后你 最后什么都没有 然后我们的生命里头 要有一种智慧 跟着抓住 什么是重点 什么是次要的 而不要再浪费时间 在许多的时尚 因为时间不多 主来的日子静了 静静的 要把握机会 因为今天的时代 越来越邪恶了 圣经这么说 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看到 耶稣是我们生命的看点 叫我们继续锁定 我们要追求的 那第二呢 成为别人的支持点 非常重要的 有很多人需要我们的支持 不要忘记 教会是一个救生船 我们有时候忘记了 以为教会是一艘游轮 你参过游轮吗 应有尽有 是不是 应有尽有 所以你不喜欢 赌博了 你就去游泳 不喜欢就去吃自由餐 不然就去哪里 总之你在船上 你可以享受 一站式的服务 对不对 但是呢 我们久了 在教会久了 忘记了 教会就是一个救生船 要拯救灵魂的地方 永远不要忘记 教会是一艘救生船 不是一艘游轮 你还我们教会 一站式服务 不是的 当然是好的 教会有很多类的服务 是没错的 帮助人更加的来认识主耶稣 我的教会坐落在 世间庙同牌 跟我们一起的 一个教会 厉害吗 我们是被逼厉害的 意思是说 我真的很无奈 我说上帝 你太看得起我了 为什么别人的教会当中 没有我们面对的 属灵征战 既然是这么大 后来上帝很奇妙 我在上一次跟大家说 从马拉到以灵 对不对 神怎么样把那个苦 就是我后来才明白 神有他奇妙的美意 求主帮助我们 今天晚上 我要继续跟大家来分享 一个比较简单的 一个我们很少提及的 一个人物 在圣经里面 所以今天晚上我要讲的 也是跟着你们的主题来讲 因为你们的主题叫 心圣 对吗 心圣 所以我就配合你们的主题 讲了今天晚上的主题叫 利和博人生 心圣人生 一起来说 利和博人生 新圣人生 利和博不是有一个 uncle他姓利的名叫 伙伯 不是啊 利和博是一个名字 一个名字 是当时有一个人 他把这个地方 起为利和博 为什么他起名为利和博呢 这个人呢 就是我们都知道 在旧约圣经中的一个人物 他的名字叫 以撒 一起说以撒 那我们都知道 以撒 就是这个亚伯拉罕的 晚年得的一个儿子 叫以撒 那我们要看的经文 记载在 这个创世纪26章 创世纪26章 如果有圣经的话 我打开到 创世纪26章 那我就明白 为什么 巴士凯文这么早 就要跟我讨 这个power point 原来我就知道 原来你们有这个原因 因为这边不是很高 所以要放在 所以我就明白了 好 创世纪26章 22节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一二三 以撒离开那里 又挖了一口井 他们不围着井竞争了 他就给那井起名叫 立合伯 就是宽阔的意思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好吗 以撒离开那里 又挖了一口井 他们不围着井竞争了 他们就给他的井起名叫 立合伯 就是宽阔的意思 好 下一节什么 他说 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 我们必在这地昌盛 也可以算是 兴盛的意思 新生跟昌盛 都是一样的 这是圣经里头 今天晚上我们要看的 主要的这个经文 我们来低头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在这时代 主我们知道 你的圣经说 人饥渴不是因为没有水 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 而是没有听你耶和华的话 主今天在这众多声音的世界里面 我们选择要听你的声音 我们要听你的话 因为你的话 是我们脚前的灯 是我们路上的光 是我们生命的灵粮 我们不听你的话 我们的生命就要枯干 我们的人生就要迷失方向 主啊帮助我们今晚上 打开我们每一个人属灵的心窍 叫我们起来来领听你的话 要从今天晚上你的信息当中 听到上帝的话语 你说那些渴慕你的人 他们必会行得见 因为主 你就是要让那些人找找你 让你的话语来光照 来满足我们的 灵里头的干渴和需要 主啊求你这个时候 高摩你卑微的仆人 成为你话语的出口 叫我们众人在这里 今天听到上帝里的声音 来激励我们 让我们再次重新出发 枕装待发的 去为主你打一场美好的胜仗 求主这时候 圣灵与我们同在 安静每一个人的心灵 叫我们有一个安静的灵 像玛利亚一样 来领听你的话语 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 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 圣明祈求 阿们 我们今天看的这个人物 圣经中比较少提到 提到他的篇幅并不很多 他叫以撒 那我们都知道 现在有很多流行的称号 有钱人的孩子 第二代 他们叫做什么 叫富二代 对吧 一起说富二代 如果爸爸做官的 他是第二代的叫什么 官二代 非常好 官二代 如果他的爸爸是做牧师的 他是第二代的 那叫什么 母二代 对了 对了 那如果说阿波拉罕是信心之父的 第一代 以撒是什么 信二代 一起说信二代 那第一代 和第二代 当然有不同的地方 今天在我们当中 有谁是第二代基督徒 举手一下 第二代很少 都是第一代 感谢主 但是第二代 没有留这么少 这些年轻的 你是第一代还是第二代 爸爸妈妈是信耶稣 你是第二代了吧 搞不清楚 第一代跟第二代有什么不同 就如 如果你大概明白清朝的历史 清朝怎么样的 第一个皇帝进入到北京的紫禁城的 是叫顺治皇帝 他那时候才大概八岁 很小 他这么厉害就攻进了北京城 其实大家都忘记了他的开山壁祖 这个开山壁祖叫卢尔哈策 他是金人 这个人很有野心 一直要逐入中原 是不是 但是 如果有卢尔哈策 卢尔哈是第一代 还是没有办法把整个明朝打下来 因为明朝太强了 中原人 中原人是非常强的 他们都是北方的野蛮民族 所以我们华人很厉害 叫蛮 叫羽 叫藩 就是那些没有开化了 我们叫华人 其他都是欢 所以我们叫一些人的名字 一些种族的名字叫藩宰 其实是一种扁词来的 就是说他们是没有开化了 但今天我们要很小心 因为你讲这句话 说华文教义的益助人 他是听得懂你在讲什么 所谓的就是第二代 但是卢尔哈策是开穿壁祖 然后顺制是第三代 就是说第三个人 更重要中间还有一个人 他叫黄太极 如果你有研究清朝历史 他叫黄太极 其实清朝离开我们才几百年 世界变得太快了 那个辮子带着毛子 其实离开我们不远 你知道吗 历史不是离开几千年 是离开几百年 整个朝代 整个世界 一个paradigm shift 完全变天 所以第一代 是开山壁祖 阿波拉罕就是第一代 开山壁祖 成绩和贺有名的一个人 离开乌尔 浩浩荡荡的 带着他自己的老婆孩子 还带了一个侄儿 还是外甥 侄儿他 带着他侄儿 就浩浩荡荡的 这个侄儿为什么会带来 到今天很多人问 为什么阿波拉罕出来就出来 为什么要带着侄儿 带着罗德出来 为什么要带罗德出来 罗德可能就是以为 跟着阿叔去玩食 阿牛出城机 你有看过阿牛出城机吗 阿牛出城机的时候 他不是有一个叫阿牛 对不对 跟着他的叔叔王沙 然后他唱一首歌很出名 听过吗 我是一个防牛郎 有吗 跟着大叔去香港 听说香港 有看过这套戏的人 举手一下 恭喜你 你跟我老了 我那时候还 年纪不知很大 我这一套戏 印象非常深刻 因为王沙也奉援的 新加坡的王沙也奉 然后呢 他们就 带着 然后他就一到一句叫阿发的人 很喜欢阿发对不对 记忆犹新 全部回来了 牧师不要提醒我们 我记忆回来 是的 我们以为 这儿罗德是跟着 这一个阿波拉罕 去到城市去 他们好像一个乡下老 出城机 错了 其实阿波拉罕 是从一个很文明的国家 来到 来到加南地 因为考古学家 挖掘了 发掘到在地上 有一个 在乌尔这个地方 乌尔就是今天的 大概伊拉克这一带 伊拉克伊朗一带 当然版图不断的在变 挖到一个图书馆 那以前的图书馆 是用泥板 写在泥上 让他借 就是阿波拉罕的时代 那个时候 他们就有图书馆 意思是说 乌尔 阿波拉罕不是一个 很贫穷的国家 甘榜仔 跑到城市来 它是一个 很高度文明的城市 离乡背景 离开本族本家 往神 要他指示他的 去 那我讲了这么多 要告诉我们大家 一件事情 你想想看 上一代这么强 第二代 尤其以撒 真的 我们从圣经来看 我们就发觉到 以撒文静的多了 安静的多了 好像比较 没有那么出名 像他的爸爸 你想想看 顶着一个官环 那个爸爸 是这么厉害的一个人物 然后呢 自己要背负第二代 心中有无形的 千金万众压在心头 不是吗 如果没有 这个中介人物 叫以撒的话 就不会有雅各 而上帝竟然 以这三个人 这个始祖来命令说 我是阿伯拉罕 以撒 雅各的上帝 为什么上帝常这样说呢 今天卖一个官子 不解释 下一次才来讲 上帝竟然以这些 死了的人 来说 我是 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的上帝 好像把自己低化了 不是吗 他需要靠人的名字来说 然后我是他们的上帝 他是自由拥有的上帝 他是他要讲出 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约吧 很重要的一个约 所以告诉我们 以撒也是顶着一种官环 实在不容易了 因为当初 忠目睽睽的 就在看他的成绩 你爸爸这么厉害 到你了 所以第二代基督徒 有时候很难 我在台湾参加一个特会的时候 他们请来新加坡的一个牧师 叫Heart of God的牧师 叫陈少豪牧师 他就说了 今天教会有第二代 第一代的基督徒 是自己经历神 第二代基督徒 他们没有经历神 他们是跟着爸爸妈妈来的 他们今天怎么样去经历神 有那一种 好像我们以前信主的时候 受到逼迫 我们非常珍惜我们的救恩 打死都不会离开基督教 对不对 在今天的第二代 跟着爸爸妈妈来了 信主的时候没有人打死他 还恭喜他 还送花 还庆祝了 我们以前信主的时候 就被父母亲骂 我们去教会 是要偷偷把圣经 用包子来包的 对不对 他家人很不开心 他今天又为你祝福了 所以他们少了那层经历 他们今天看什么 他讲了一个很重要 他就看今天的教会 他们是先有教会 才有经历神 他们先看教会 我们是先经历神 才加入教会 我们先经历神 我们先经历到 所以这两者之间的分别 所以真的震撼了我 也开了我的眼界 更加体谅 和更加知道 要怎么样去牧养 今天的第二代 那第二代 以撒就是这样的一个观景 圣经告诉我们 他的爸爸去开 地方的时候 挖井的时候 也遭受一些拦阻 但是人家都给他的爸爸面子 对不对 阿波拉罕那时候 已经是一个非常 赫赫有名的人物了 什么叫希伯 西伯来民族 The Hebrew's Ham 就是说那个 从大河那边过来的人 The Hebrew 希伯来的 言文的意思是 从大河那边来的 他们就是那一般人 The Hebrew's Ham 埃及人是这么称呼他们 所以你可以看见 他们过来 进的不容易 现在 以下在面对一个 很大的考验 妈妈早就 早逝了 她就离开了 很孤单 她是住在帐篷里面 圣经告诉我们 他的爸爸 为了要帮他 主持一个问题 叫他的仆人 去到自己的家乡去 娶了一个老婆 听圣经告诉我们 看到骆驼对来了 有一个女子坐着来了 问是谁 她说就是我们的小主人 以撒 圣经说她在田间默想 是吗 是不是 她在田间默想 可以看见 很早就试经妈妈的一个人 真的又加上爸爸的光环 他的压力是打 但是以撒也不遑多让 他的生命也是精彩的 有很多时候 我们常常以一个典型的人物 非常有力量的一种的领悟 很硬性的一种的人物来出现 我如果说 阿巴拉罕像什么 像铁般的 那我觉得以撒就像水般 一点也不顺色 不要以为温柔的人 就是好欺负的人 温柔的人就一定不是生命刚强的人 我觉得以撒也是一个很刚强的人 要不然的话 他就没有下一代雅各这样的人出现 那我们刚才看的这个经文 圣经说 以撒离开那里挖了一口井 他去到几个地方 人家都跟他竞争 抢了他的井 然后他却细事凌人 他说我不用紧 你们挣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然后他起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终于没有人在跟他争了 他就说 起这个名字叫利和伯 就是上帝让我宽广 我就在这地要兴盛 是我兴盛的时候 我觉得这一个很棒的一件事情 他围着每一个名字在取 都有他非常意义深长的意思 他成为他以后回想上帝恩典的时候 他都会记得这一切 就有一些人围自己的孩子 起名字 我们很难才得到这个孩子 当然不会叫他难产 难产就很难听 是不是 有一些人以前生孩子也一样 希望他有一个弟弟 所以他第一个叫 招弟 招弟 招弟弟来 招还是招没有来 第二个又是你的 最后结招 不要再招了 叫结招 那以撒就是神所应洗而来的 那以撒现在这个时候 真的面对很大的压力 但是我们发觉到 他竟然说 神让我宽管了 我觉得 他就是因为懂得让步 因为懂得敬畏而化 不给你人真挚 但是上帝仍然让他的生命更加的宽阔 所以今天宽阔也就是兴盛的意思 我们的生命宽阔 除了不断要争取之外 再为神的聚业争取 但有时候在人生的一些段上 我们也可以向以撒学习 学习懂得怎么样 忍让的精神 我觉得以撒很特别的地方 让我们学习 今天如果我们要生命更加兴盛 我们必须像以 这一个利和勃这个地方 宽阔像以撒那样 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第一点要跟大家分享的 第一点就是 远离仇恨斗争 一起说远离仇恨斗争 人生真的很有限 不要减入了很多的仇恨斗争的里面 你会得不赏识 圣经告诉我们 众多的风雨雨当中 以撒选择离开了 会产生仇恨出现斗争的地方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办公室 有办公室的politik 我们看到政治有政治的politik 交易有交易 有跑出政治的问题出现 种种原因我们的国内 我们的国家也看见 你可以看到很多的东西 不管你有多富有 你多有知识 你地位多高 但是一旦你处于 斗争的环境里面 很多时候 你的人生就不会宽观 基督徒有很多东西 是要争取的 没错 我们不是懦弱的 但是有一些东西 相对来说 是可以让步 是可以远离的 不一定 如果只是争取的话 有时候在适度的时候 我们可以懂得相让 这是非常重要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小时候看到 听过这样的故事 我们小学时候以前上过 说到有一个故事 说到一只山羊 一只白羊 跟一只黑羊 走在一条的独木桥上 碰面了 糟糕怎么办 到底你让还是我让 对不对 最后什么 两个一起打架 结果两个都沉到脚里面 但是羊那些很聪明 他呢 一个都先蹲下来 让另外一只羊 爬过他的身上 走过去 他们没有见到 哇你 你打我背着啊 哇 怎么那么猴毛鸣 我抵达你抵达啦 是你抵达我过去 不是我抵达你过去 但羊他们没有这样的分 所以我从小的时候 就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 到今天还记得 哇 我们如果减入斗争里面 最后两败俱伤 两个都掉在海里面 所以我在初期 牧养教会的时候 也同样有遇到 这样的问题 长话短说 我也到过一个教会去 哇 他们的这个 长子跟牧师的斗争 都到一个地步 我夹在中间 最后我决定 不要减入斗争 我说我要侍奉上帝 所以感谢神 我就去了新山 今天有 有教会奉生堂 我的生命也宽广了 我觉得 就是如此 如果我减入的话 就没完没了 人生当中真的 圣经说 愚昧人 愚昧人 见货 聪明人 是见货 躲藏 躲开 因为一些的 不让我们 争入一些不必要的 斗争的里面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上帝要你的人生 是一个利和薄 宽广的人生 宽广的人生 就懂得远离仇恨斗争 否则的话 你没完没了 我的教会 所以有一个弟兄 他以前来我教会的时候 他是陪着他老婆来了 然后呢 他有一天呢 我去一个教会 讲布道会 然后他的老婆 就带着他的业妇 那时候很多年前 然后我去讲道的时候 他布道的时候 他接受了主 后来呢 他就搬到 我教会附近了 他们就来参加我们的教会 这一个弟兄呢 他来我教会的时候 他是陪他老婆来 他说我陪你去 我听过这个牧师讲道 我蛮喜欢的 我陪你去啦 他就陪他来 然后我们在讲 聚会站起来的时候 他是坐住的 这个弟兄很高 大概有整六扯高 他是福州人 是雕万的福州人 然后如果 讲言就说 在我们当中 谁还没有信耶稣的啊 他说我 我是佛教徒 然后我就觉得 我们都站起来 他就坐住了 他不站起来啦 不知道是因为太高 挡住人家后面视线还是什么 哇 整整 但是我说没关系啦 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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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他改变 他开始听道笑了 有一年 差不多整一年了 最后有一天 我讲完道之后 他就来到我面前 牧师 我受不了了 我说 怎么受不了 我听你的道 我受不了 你今天讲了 好像每一句都跟我讲了 我一直 这一路来听 我受不了 我要信耶稣 我说你大声一点什么 我要信耶稣 后来我就跟他说 我跟你一起祷告吧 我们一起祷告 然后我说 我讲一句 你讲一句 我说亲爱的主耶稣 没有声音了 第二次 亲爱的主耶稣 又没有声音我就开一看 哇原来他什么 眼泪来 鼻涕来 全部都来 他在笑我一世 然后他两夫妇是 农业大学的 他是研究这个害虫系 所以感谢神 然后他信了主的时候 刚好是经济不景气的时候 他说牧师 现在我有一个公司 我们三个人股东 现在这个股东 搞很多事要告我们 我要怎么办 然后呢 他说 现在 有法官 SMS我 只要我愿意进前级的话 这个官司就我会赢 你说我要怎么办 我说 这样的东西 我们不能做吧 但我输他吗 我说你祷告吧 你要输他 可能你从商场上 是你有的权利 你要自己祷告 跟你另外一个partner商量一下 因为 后来他决定 我不要搞 算了吧 我们就脱股 结果今天感谢神 不久前 半年前 他说牧师 请你来为我的新的工厂 来祷告可以吗 我看到他买了一个 在Echo World 三百多万的一个工厂 他说牧师 我要你来祝福你 开幕典礼的时候 你来祷告 你来为我的 带着教会的弟兄姐妹来 我们做不菲 你来 所以 我回头看 真的看见神 他选择 不要剪入斗争 结果就有 他今天的这事情 他今天 不但成为我们教会 新的主 他以前是 农业大学 佛教协会的主席 他说牧师 这个UBM 以前没有佛教协会 我至高奋勇 我说 我们佛教徒也应该有的 他就搞了一个 他做主席 然后感谢神 所以我教会很奇妙 都是佛教的 庙堂的主席 全部跑来我教会 我说主 怪不得我 越做越矮的感觉 但是感谢神 神有很多奇妙 原来神把我放在那里 有很奇妙的作为 我真的下来一条 全部来我教会 都是跟佛教有关系的 甚至 那个是从 那边的主席跑过来的 我碰到第二个 他说我也是那边的主席 上帝很奇妙 对不对 原来很多时候 我们真的 如果我们的弟兄 不远离这些斗争的话 他今天可能 可能他的事业也没有起 感谢神 我看到我真的为他高兴 然后他说 牧师 现在这边有一个 要买教会 你们教会来买一间 我买一间 我们看了 百多万很漂亮 像一个小型工厂一样 就可以聚会了 但是因为离开我们的 教会比较远 所以我们现在会有反对 牧师这么远 因为他比较 靠近那个达都翁那一带 后来他买了一间 牧师我买了一间 改天看看 可以不然给教会用 看到上帝真的 改变一个人的生命 对不对 今天他的生命 就是因为他远离了斗争 我觉得以色值得我们学习的 我们生命当中 有时候真的 不要以为让步 或者是 我们不要参与的斗争 就是我们懦弱 我们怕输 有时候也是一种 生命的智慧 对不对 生命的智慧 这非常重要 今天我们的人生 快乐还是痛苦 是不是无法饶恕 或者不能宽容呢 会不会这些事情 使到我们的生命 就不会再像 利和博一样 宽阔 如果我们要我们的生命 宽阔的话 我们真的要远离 一些不必要的争执 没有用的 因为时间不够 不要去吵架 没有时间浪费 在跟人家争吵的里面 真的赢了又怎么样 输了又怎么样 是不是 时间不多了 你的人生简陆 是没有意义的 可以说阿妹吗 真的 浪费时间了 现在我们要做神的工作 都来不及了 太多东西要做了 不要去太理会 对对错错是非非 因为今天真的是一个 很难分辨是非电脑的 真真假假假假假真真 所有你在Facebook看这些 不要当真 对不对 你乱乱传 最后是传假相机会告你的 是不是 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 第二个 就是 吃亏 忍让 不计较 一起说 吃亏 忍让 不计较 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不愿意吃亏 我们说我什么都吃 就是不吃亏 弟兄姐妹 吃亏不一定是吃亏 有时候吃亏 也是一个占便宜的事情 是不是 不要怕吃亏了 以色列到了这一个 塞拉尔的山谷的时候 以色列仆人在谷中挖井 神让他们顺利的挖到一口井 但是呢 有人跟他们竞争 所以呢 他又离开了那个地方 他说这个是让我们相争的地方 他称它为爱舍这个地方 那 你比如说 可能是挖井很容易 弟兄姐妹 以前的人挖井 是很不容易的 因为你挖了之后 不一定有水 花了这么多时间挖到 结果竟然是一个没有水的地方 你还要再找了 但是呢 以色列仍然愿意忍让 而不愿意跟人家计较 所以我常说 教会里面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我们很多时候 基督徒信了两个邪教 一个叫计教 一个叫比教 这个是邪教 跟你旁边讲 不要信邪教 是不是 你一计教 你一计比教 问题就来了 问题就来了 我们很计教 为什么我一定要早来 我们侍奉的人就要早一点到 我不要侍奉 我要迟一点来 没有自由 侍奉了就没有自由 是不是啊 有很多人 我帮谁 我可以国土都不行 同一地淹茶都不行 没有随风 兄姐妹 不要用这样的想法来想 我们所有侍奉神 都是因为爱祂 没有人逼你 但是我们要侍奉得甘心而已 如果勉强的服事 又不讨好上帝 上帝也不许悦 你自己也吃力不讨好 弄到里外都不是人 弄到大家都不开心 永远要记得 我做的是为神的做 做给主的 从心里面做 给神 为祂来做 祂为你付出这么多 你要跟祂计教 上帝如果要跟你计教 我们吃不完都得走 是不是 祂很会算 我们很会算 祂不会算吗 祂说我不会算 祂比你更厉害 祂都知道你会算 求主帮助我们 吃亏 忍让 有时候是有必要的 不要信邪教 因为计教 因为比教 今天就成为了很多的阻碍 侍奉了障碍 生命当中的障碍 很多人不开心 不用计教 人家教会比我们多人 我们教会比人小 比人差 没关系 大家都在做神的工作 又不是你了 是不是 所有是神的 都是神的 多人 你还一直多 你过辛苦一点 是不是 每个人都知道 都是做给神的 不需要去比较 当我们一比较 我们一起计教的时候 我们生命当中 就很多的 不好 不情绪上 就很多的波动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 以色不计教 他生命是一个 懂得忍让的一个人 而他的人生 最重要 神与他同在 最重要不是隐慧 不会争 最重要神跟你同在 神喜欢你 他就要祝福你 你有没有发觉到 我每次在掩渡圣经的时候 当阿波拉罕 跟这一个 他的 罗德说 我们 是骨肉之亲 我们为了 一直竞争 你的仆人跟我 仆人一直吵了 草的问题 羊群吃草的问题 我们这样真不对了 这样吧 你来 你往东我就往西 你来看 我让你去 你看 你向东我就往西 你向南我就往北 我们不要吵架 圣经告诉我们 罗德一看 哇 所多马俄摩拉肥沃之地 阿叔 我赶走了 你赶走了 好 你向那边 我就向那边 圣经说 他就往 所多马俄摩拉去 但是起初 还没有进入这个城 在外面大帐篷 阿伯拉罕就继续住 他这里的帐篷 对不对 你们发觉到 圣经说 这个时候 晚上的时候 上帝就向 阿伯拉罕彰显 神的使者 就拆派使者来 告诉阿伯拉罕 我要告诉你 你往天看 你看 这边的星星多吗 以后你的子孙 要这么多 我就要祝福你 你看看 海上的沙 多吗 你的子孙要像沙 很多时候 我们发觉到 很奇妙的一件事情 你会发觉到 以撒也如此 当以撒在 忍让的时候 如果你在看 圣经的话 你就发觉到 上帝的使者 又出现了 他说 我曾经祝福 答应你的爸爸 要祝福你 我必赐负于你 好像在告诉我们 每一次 当有人愿意 退让的时候 上帝看在眼里 上帝喜欢什么 那个退让的人 他没有说 阿布拉罕 你怕死啊 我做你的靠山 为什么你胖啊 敢敢杀他 他不是这么说 上帝好像 心里面很开心 double confirmation 好像一种 暗示的赞赏 good boy 我要告诉你 你不会因此而吃亏了 我要祝福你 不信你看 你回去看你的圣经 每次都是这样的一种 事情过后 考验过后 上帝就出现了 我要祝福你 我觉得上帝喜悦那些 愿意 忍让不计较 不是他们怕事 怕输 而是他们 反而对神 有更大的信心 所以圣经说 阿布拉罕 对这个以撒 再去什么 挖一口井 他没有因此和亭子 他积极地努力向前 如果我们可以说 以撒的人生的象征是什么 他去到几个地方 他只做三件事 第一个什么 他大帐篷 是不是 第二挖井 第三 他先祭 这三个代表 他的人生的一个 非常突出的 这三个很重要的 他的信仰生活 他跳进去那里 他就为神先祭 像他爸爸一样 第二 自扎帐篷代表说 他照顾他的家庭生活 因为只有长期住的人 才要搭帐篷吗 明白我的意思吗 好 第三 挖井是他的事业 这三个 像一个铁三角一样 今天不要以为聪明 牧师你讲的 我已经 我去照顾我的家庭 我去照顾我的事业 所以对不起 我没有什么神实践 神知道 神明白了 不要忘记 信仰生活 是你整个最重要的基础 你把神抽出来 建你的家和你的事业 会垮 不要自以为聪明 你的信仰生活 绝对不能 只有坚固的信仰生活 才会有坚固的家庭 和坚固的事业 上帝如果不跟你同在 你再劳苦 也是土人 上帝如果喜欢你 你不能够祝福 祝福都不能阻止 是不是 因为上帝跟你同在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一定要懂得 所以懂得吃亏 懂得让步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第三 也就是 以信心展望未来 他不是很passive的 他是很pro的 他在这方面的退让 并没有说 这样我来做什么 挖这么多井来 也给人家拿 算了吧 不用挖 挖来做什么 挖来 福建话 让别人好看 我祝你健康 让别人好看 别人 做这么多 怎么办 不用做 不是 你说不是 信心什么 我相信 只要我去哪里 我都会挖到井 因为上帝 天地都有 许多的祝福 资源这么丰富 只要上帝跟我同在 我一定能够挖井 弟兄姐妹 我们不但要消极性地去 远离这些仇恨斗争 谁是谁非 更重要的是要以信心地去展望未来 不要自暴自弃 我们会遇到一些困难 我们会遇到一些挑战 不要跟你自己过不去了 圣经说 以撒又挖了一口井 他继续地努力 终于他终于没有人在争了 争也会争到没有理由在争的时刻 对不对 而且可能那个地方已经远离他们远了 不要再争了 他说 这就是我的立和伯 在这个时候 上帝要祝福我昌生 只要跟神跟你同在 哪里都不是个问题 如果神没有跟你同在 哪里都是问题 同意的人讲 有神同在的 你喜欢去一个天堂 是没有上帝的天堂吗 如果上帝不在那里 你去那边做什么 跟世界 地域没什么两样不是吗 哪里有神的同在 哪里就是天堂 阴间跟天堂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阴间就是以神完全相隔的一个地方 阴间不是那个火 无会有虫 会咬那火不断的烧的可怕而已 是一个完全跟神远离的一个地方 天堂是有神同在的地方 求主帮助我们 继续地努力去展望你而来 最后我要以这个来鼓励 所有在座的弟兄姐妹 有一个故事 讲到有一天 有一只小骆驼 问他的妈妈 妈妈骆驼 他说 妈妈 妈妈 我很好奇 我看到很多人的动物 为什么我们跟别人是不一样 我们不一样 是不是 我一讲他们就会笑了 这首歌是 希望联盆唱的歌 怎么到处有人 我们不一样 原来这种很中国风的一首歌 被拿来做希望联盆的不一样 他说为什么我们不一样的 他说怎么说 你看看这些动物 我们为什么别人的眼睫毛很短 我们为什么我们骆驼的眼睫毛这样长 然后这个妈妈说 孩子你不懂 上帝创造我们 我们叫沙漠之舟 所以因为我们要在沙漠上行走 沙漠上很多的风尘暴 有很多沙 不小心会催进眼睫 所以我们有很长的眼睫毛 可以挡这些风沙 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视线 因为我们在帮人类搬货 我们需要走很远的路 不会影响我们 妈妈妈妈妈妈我明白 我再问另一个问题 妈 你看每个人都有背 但是我们很难看 还有两粒 驼风 然后他说 孩子你不懂 因为这两个驼风是有目的的 上帝创造我们 骆驼 就是这两个驼风 因为我们要走长途跋涉 走很远的路 我们需要装很多水 沙漠很难找到水 而这两个驼风 就可以储藏很多 gallon的水 让我们不会在半途 或者就渴死了 所以这两个驼风 是有效能的 妈妈妈妈妈我明白了 妈妈妈妈再问一个问题 哇 这么多问题 为什么人家的脚 都是这样美的 我们的脚好像巴掌这样的 露露炎炎的 妈妈就说了 孩子孩子 你不懂 因为我们要走很远的路 那沙漠中有很多的经济 石头尖尖的 不小心就插动了 就会影响到 我们跟人类来搬火 或者栽送人类的时候 阻碍了 我们一受伤了 结果呢 我们就会流血 甚至嗜血而死 所以上帝就特别有智慧了 照我们的路 这样子 哦 我明白了 明白明白 最后一个问题了 妈妈妈妈妈 哇 你这么多问题了 最后一个问题了 妈妈 你既然说上帝创造我们 是点睫毛 因为可以挡风杀 给我们两个驼风 使到我们可以 祖传水 传途跋涉 不至于可死 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个 好像露的这样的 掌形的这种的脚 好叫我们可以站得稳 又可以走很远 不会让这些经济止伤 妈妈妈妈 最后一个问题了 竟然是这样 为什么 我们今天还在动物园里面 要笑大声一点笑好吗 为什么还在动物园里面 原来 这两只骆驼是被人家灌在动物园里面 当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 给我很大的起敌 弟兄姐妹 骆驼是属于沙漠 然后告诉弟兄姐妹 基督徒也是属于神的 基督徒 神为什么呼召你 不是要你躲在动物园里面 我从此安逸了 你看为什么动物园的 动物都很累很懒惰了 因为他们不用再去找食物了 现在他们你叫他去抓老鼠 他也不会抓了 没有力了 所有吃饱了 就在睡觉了 所以所有动物园的都一直 你去看全部 碍碍碍碍的 动物为什么要动 因为他要抓饮食 不然他就会饿死 所以他这么不断地跑 哇 现在路很会跑 我要跑到去路快 所以皮子比赛 跑得越慢了 就给老虎吃掉 对不对 然后老虎说 我们这样 如果我们跑越慢 我们就会饿死了 所以他们两个 两个不相竞争 对不对 适者生存 动物世界就是这样 那听众姐妹 我今天要鼓励听众姐妹 我们是沙漠虫的骆驼 神从来召我们 呼召我们 没有让我们 要躲在动物园里面 不要忘记 教会是一个救生船 不是独轮 我们不是在 狐乐乐的在享受 主啊 你来真好 真你就是天堂 我们敬拜你 没错 这是好的 我们的生命 需要被培养 但是众姐妹 不要因为一些的措施 不要因为一些的问题 使我们不再前进了 你永远是骆驼 是属于沙漠的 是在这一个人生的工厂上的 不要因为有一些事奉的问题 你退缩了 你藏起来了 你说什么都OK 信了主之后 一切我活死 黑海局不过 我喜欢就这样可以没 我选择这样 我选择不要太投入 就不用投入这么多时间 我选择今天 我不要再参与了 我就不会受伤 因为参与就会受伤 有期望就更大失望 没有期望就不会有失望了 你太聪明了 但是被摩基欺骗 永远记得 你说很累了 神造我们像沙漠的骆驼一样 它本来是属于沙漠的 我们本来就属于神的国度 神造我们就是祂的儿女 事奉神本来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神造了方舟 要来拯救人类 请问方舟舒服吗 但是今天我们人类很厉害 造铁达尼 造都伦 让享受 忘记了 神的心意是方舟 你想看 罗亚一家人住在方舟舒服吗 晚上还有很多味道 一家狗老塞 沙漠味道都有 教会就是在那里行事的 不要因为这样子而拒绝 我愿意死在大海 忘记了 兄姐妹 不管我们生命当中 有什么样的挫折 我要以这个故事鼓励你 你是属于沙漠 上帝造你 不要一点点的问题 就把你打倒了 有遇到很多困难了 不要把 不要把信福音当作一个很便宜货 是一个很简单的 信主就可以得永生了 忘记了上帝在吵着我们 我们是不一样的人 我们是属于神的 我要修闲 我不要做信主徒做得很累 我要告诉你 神呼召你 就是要你为他而活 活着的不再是你了 基督徒不应该清闲的 坦白说 有牧师你这样讲话 我要告诉你是真的 你看看整本福音 有没有信主了 一切都平安 睡觉睡得很好 吃得很开心 山珍海味 我们好像中等阶级的人 省了很多钱 不用拉住钱箱 七月半日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有什么事情来教会祷告 感动就奉献 不用感动就不用奉献 哈利路亚 只要我不做长职 不做领袖 不用给十分之一 也没有人知道 哈利路亚 不要把基督教的福音 看得这么钱包 这是一种使命 这是一种生命 你爱他 所有都是属于他的 给了勉强的人 都不明白什么叫敬拜 是不是 侍奉很勉强的人 不知道什么叫爱神 爱神就是爱他 就是这么信念 没有人强逼你施奉他 没有人强逼你 信基督 是不是 是你甘心的 所以 我看我整本人听 神从来没有叫我们安逸 对不起我讲这句话 福音并不是叫人家 耶稣说要跟从我的人 什么 叫做你的马斯利来 带着你的舌支架来 是不是 福音改变了吗 今天没有舌支架 没有 从我做船道人开始 我就明白 福音并不是安逸 我不是在寻求安逸的时候 如果我要做安逸 我倒不如去外面做工 我以前也是堂堂一个 Electrolexes man 就到外面去 去打拼了 心安里德加马斯利也没有人讲 我们车加加一点 你看牧师我们的奉献 点不及他的车了 是不是 我们吃做这个也怕 做那个怕 很多人会讲 教会好像拿金去贴 我们赚的钱 你看牧师拿来贴贴贴贴 全部贴 很多人讲很难听的话 教会为什么做这么好 诶 兄姐妹 上帝不爱他的教会 上帝很爱美 你知道吗 同意吗 你看看圣经 神说你建我的天要用金做了 神为什么看重啊 神喜欢金啊 我爱金啊 他不是螺丝嘛 对不起 对不起 割掉了 Edit一下 是不是 但是上帝说 你要按照我指示你的会目去做 这个就是未来的伊甸圆 未来的天上的宝座 你要按照我的方式去做 我的店要金的 上帝不爱美 他创作这么美的世界 海里的一千百万种 他不爱美吗 随便啊 都是生命 我就死了 上帝是爱美的 既然是上帝爱美 上帝不配哪最好的 为什么你的教会 你的教会比教会更美呢 我们不一样 我们辛苦赚钱 你的钱不是从神来的吗 对不起 这样讲话会得罪人 没关系 我要走了 明天 我又不是你牧师 但是我要讲同意吗 哈盖书就是 神责备当时的人 你们注作有天花板 我的店荒废了这么多年 难怪你们的钱 这边进那边出 你的裤袋破洞 你去看哈盖书 你没有照顾我的店 上帝这么稀罕 这不是稀罕的问题 是态度的问题 神要你再把他放为先 当你把神看为先的时候 你的祝福要领到 因为什么 你吃戏搞乱了 你别神代替耶和华的 筹骨一定加征了 不是神害怕你 哎呦少了一个人信他 少了一个人信他 他仍然是高高在上 满有权能的上帝 没有问题 问题是我们最大的亏损 我要鼓励中 你是沙漠中的骆驼 不要躲在你的安苏期里 不要因为一点困难退缩了 不要因为种种的原因 不再传福音 上帝的心意 是拯救灵魂 教会 让教会继续向教会 就好像McDonald 不再买Burger了 去买Kindagi 去买Ace Cream了 他不叫McDonald McDonald就是卖Burger的 Kindagi就是卖炸鸡的 教会是什么 教会是传福音的地方 教会不是一个游轮 大家享受 然后我们什么都做了 就是不传福音 神的心意 永远是要更多的人来认识他 这么多人来 更多问题 神从来不怕问题 我们怕吗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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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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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相信他 是不是 你要相信神 只要教会继续存在 所以我常提醒大家 我是骆驼 躲在舒适旗里面 我身为一个牧师 我不应该躲在我的舒适旗 这不是骆驼 这是动物园 动物园 神造我们 给我们格外的信心 给我们格外的恩典 就是要我们出去 你一定可以 有一首歌说 你给我一片沙漠 却忘记留下骆驼 是为了要考验 敬我 念我 穿越那个沙漠 我觉得很好 真的 基督徒有一个 神为什么给我们有 跟别人不一样的信心 就是让我们有这种的力量 去跨越人生当中的挑战 所以我们是不一样的 你一定要看到 你真的是不一样 你才活得不一样 因为我们很喜欢 跟大家一样 我们不喜欢 做一个不一样的人 有人讨厌 我是信耶稣了 没有信耶稣 没关系 不用祷告 没关系 我心里面祷告 不用怕 你是基督徒 开身祷告 对不起 我是基督徒 我要祷告 是不是 智慧一点点 不要关眼睛 不然鸡腿不见了 是不是 永远不要怕 多一点 早一点告诉你的老板 我是基督徒 快一点表明你的立场 不要躲躲 说说 闪闪说说 你猜了 你猜了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 继续地向前走 像以撒一样 你也许 以前曾经像沙漠 骆驼一样 不断地前进 今天你好像躲在 你的舒适机 我还是回到 动物园舒服多了 不用坐 每天有人喂 不要忘记 你是属于沙漠的 不然的话 那眼睫毛就要掉了 骆驼风不见了 脚掌变小了 为什么 忘记了 你是属于沙漠中的骆驼 阿们 跟你旁边讲 你是沙漠的骆驼 所以你应该走在沙漠里面 是不是 出来吧 侍奉我们的上帝 不要再找很多的借口 上帝拯救你 祂有祂的使命在你身上 祂不是要你安逸 我拿到了准证了 天国的签证拿到了 不是 那你太看小看福音了 福音不是这么突浅 祂要改造生命 反转生命 让你成为别人的祝福 你应该成为别人的祝福 那么站起来来祷告 哈利路亚 我们这样走歌的时候 我们很自由的 我知道时间到了 我们就可以来祷告 我要鼓励中姐妹 你感受到上帝今天晚上挑战你 也许你就像以撒一样 是时候 以前你传福音 以前你努力侍奉 都到哪里去了 你找很多 因为这样的事情发生 因为那样的问题 因为这个那个 所以我就转后退后了 弟兄姐妹 那些都不是主要的原因 所以没有问题 不要失教了 耶稣是我们生命的看点 我们唱一首歌 我们来祷告 我们来祷告 然后就能带来祷告 我们来祷告